再來就直接看第二個對話的單字 不過這個在以前其實你們學過了 就是那個slender嘛 這個字就是苗條的 這是第幾個單字 第六 第六個單字 OK啦 那slender跟slim 這兩個字其實都是苗條的 只是flame比較常像是那種修長的啦 先氣的啦 OK喔 可是如果 這是第1嘛 slender跟slim OK喔 再來2 寫個skinny skinny就不太好 是因為你已經瘦到有一點皮包膚了 瘦會瘦就是有點苦感 就是 全都摸起來都自己覺得 因為都是苦口 然後碰觸到可能你就ok的那一個 可是你如果要寫說這個人有一點點 胖酥酥的還蠻可愛的 有沒有什麼 t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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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赤刀 你指上跟小弟讓他拆拳,讓他拆什麼? 你出剪刀,好吧,你出剪刀吧 他就只能出石頭,你要出剪刀 Chubby這個字就是胖酥酥的 那不要使用這個人很害羞,或是BAT 因為會有點傷人 再來,下個單字,這一個字比他大寫 既然他大寫一個概念,第一個他後面子能先姓氏 我們中文會講馬鈺小姐沒錯,英文不行 英文他說Mary的那個名字,因為Mary是名字 隨便這個字,其實他接的只能是 那兩名字可以,請你名家姓,那就可以 不然的話,你就只能接姓氏 就是不能單獨接名字,不過其實現在 因為像美語,我們台灣是一個美語的環境 有人已經開始,我們講的是Mary 可是這就是口語,寫的時候還不行 寫正式的寫法,我們就行 OK嗎?類似的 那類似一定是沒有你結婚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他確定有沒有結婚 寫anity,這個字 然後如果真的確定已經結婚,那就跟誰 這是真的已婚喔,那男生已婚跟未婚都用什麼? mister,對,男生就沒有分什麼行程 女生才有 OK喔,有分那個女婚跟未婚,男生沒有 好,再來最後一個,叫做no longer no longer的中文呢,叫做再也不怎麼樣的 就是not anymore 你可以寫個道具,e 就是not anymore ok喔,所以那本來是沒有 monger比較長的故事 然後monger呢,他的中文就算下也是怎麼樣的 好,這是第六七八,第八個單字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把那個動畫看完 把動畫看完 好,那我們不開玩笑囉 可是這個單字本的六十三頁 In the classroom Look at our yearbook I can't believe we're leaving school next month Time does fly Do you remember that life at the beginning of junior high seemed so hard and stressful? You bet In the first few weeks, I didn't have friends My mom had to listen to me complaining about it Cynthia, who's the girl next to you in this picture? That's Mandy, remember? She used to help me with my math She's now in Canada Oh, that's right Do you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her? Yes, she just sent me a letter with some pictures from Canada She looks taller and more slender now Here's a picture of Miss Chen We haven't seen her since she left I enjoyed her English class a lot She always made us do lots of exercises in class Because of her, English is no longer difficult for me I guess we need to thank many people For adding color to our school life You must have done all things That's right So, then, I guess And you guys The Bible was a shame This week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I hope not to be any other person How much happier Then, then you go up to the right And she said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the right That's right You go for 10 years You go for 10 years 可是因为你们通常人生最好的朋友通常会是高中的同学 也不会是大学 到时候去讲 你们去试试看 因为国中其实还是小试看 你知道啊 还小试大 所以很多事情 大力左边你知道哪右边那种 可是到了高中呢 高中的期期是你们知识最爆炸的一代 你们所有的那个知识 全部都在那个时间摆在这边 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呢 因为你们开始会有自己的学业社会 所以真的要交到好朋友 好知情的朋友通常会是高中生 因为你们会觉得你们很同甘共苦 然后有一个同样的目标 然后他就说啊 那个女生帮过他交上去远过 对了 对了 Do you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一个人等于 stay in touch 一样 那touch本来是触摸 可是keep in touch呢 就是预前保持的连续 当然这个touch可以变另外一个单语叫content 也可以 联系啊 接触啊 东西 你现在还有跟他联络吗 他说yes 有啊 she just sent a letter with some pictures from Canada 好啦 把这个send东西 to 一个人 so send me a letter 等于send a letter to me 可以 这是说我用词哦 所以他刚刚之前不久 还寄了一封信给我 那这封信是什么样的信 好 这里要整个括号 第一个这个文字呢 写个一 特征 二 长相 三 配件 四 工具 对 特征 长相 配件 工具 我们通常都会用语言 然后呢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 它是属于词的特征嘛 所以也会这样 它其实是等于quitch 看起来 可以哦 如果把它变成 所得形容是指矩 也对 那到了高中 你莫名的道德会变成 其他人 好了吗 就是这一封信里面 有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 特征有一个配件 它搭配了什么东西 Zone picture 它有一些体验 然后这个体验是哪来的啊 from Canada 所以你怎么知道 它这种加拿大来的 第一个 工具 没错吧 第二个还是什么 你们想到加拿大 第一个直觉 那个明记圈上面 第一个也有工业 第二个呢 树枝 红工厂 对 还有啊 红工厂 大部分直觉都是那个工业 只要记得那封信给我 这封信里面有一些 加拿大的照片 所以当然 这个圈面 它是在加拿大了 那是文 好 把这个look 写个连着动词哦 记得连着动词 就是 看看 看起来 闻起来 听起来 想起来 感觉起来 就那个变变变变变变变 还有那个四孔 主要看起来呢 比较高哦 and more slender 好 画起来哦 为什么用的是more 因为它是多音笔 所以每一点两个以上的 我们用的是more 主要现在看起来呢 除了比较高之外 它也比较瘦的 因为偷包了嘛 OK哦 再来 here's the picture of who 好吧 把这个of 整个动词 这个偷词呢 比较特别 因为它从后面往前搬 所以这是一张 那个名字圈 的 照片 so we have a thinker 好吧 think前面 接什么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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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接 于 think 所以第一个think 这个字 逼得它是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所以只要看到think 我们忙碌就用现在完成字 所以从它呢 离开的那个 它的那个学校户后啊 我们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都没有看过它了 所以这个heaventhink 是因为呢 从它离开的那个时候 OK吗 所以第一个 除了think之外 还有一个before啊 after啊 东西调教前后的设训 after接一还是二 after 如果以两个动作来讲 是接第一个动作 还是接第二个动作 b嘛 一个after的a 是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 对 那think 这个字跟这个of feel 呢 一样 of feel 通常继续一段时间 OK 打开来 没问题了 所以从它离开这个时候开始 到现在为止 只要请你画一条线 我会怎么判断它是现在完成式 第一个它离开 就在这里 交代 然后从它离开的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一直一直到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个now 现在为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用的就是这个形态 就是现在完成式 所以它离开的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哦 那我们现在讲话的当下 我都没有看过它了 那呢 就开始怀念了嘛 说enjoy 这 好玩个一滴 因为以前离开了嘛 所以以前喜欢 那第二个这个a lot呢 包写的very much 没有very哦 所以我很爱你 没有I very love you 没有 你只能再怎么说 I love you 好嘞 very much 就是这样你不会讲very thank you 你一定讲 thank you very much 那当然very much 因为它说的是动词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副词 我以前啊 记得我超爱它的英文课 然后他就说啊 是always made的 不过呢 为什么会印象很深刻 通常要嘛是它特别的好 要嘛是它特别的严格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来回家人形 所以它就是一动词 为什么会印象中 会对它印象很深刻 因为它总是 就是命令我们做很多的 excessing 好把这个excess的 s圈转 将来的词的时候 就是试词 就是练词词 只要总是在上课中 好第二个 incline 写的不等于隐人话词 意思不一样哦 隐人话词是在班上 incline 上课中 每次上课的时候 它都命令我们 要求我们写了一堆的练词词 然后because of her 好那因为of ma 因为它的关系 english is no longer difficult for me 好 所以英文呢 对我而言 愿意熟能生巧嘛 练习到后来 所以到后来呢 好像 它就再也不难了 对吧 no no longer 刚刚你没有写到 等于 not anymore 好像 english is not difficult anymore 对我而言 练习到后来好像有去 就像有那个mdn数学的话 每次那个相同的东西 一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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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后来 是一路背起来的 那就是直觉反应 所以英文对我而言 好像再也没那么难的那样 他说嗯 没错 好像在那边怀念的时候 都特别的开心 i get 后面讲一看 人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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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真天色彩啦 可是其实就是帮我们的人生 给了我们不同的养分 去到HOURS多万 给了我们不同的 我们的学校生活 给了我们不同的 不管好的坏者 未来十年之后 你不会产生好者 坏的读别他真的惹到你 未来你才不会继续过路这样 坏的会忘记 好的都会一起来 好 然后三题咯 我们看两遍 True or False 1. Brad, Andy, and Cynthia are in the 9th grade Brad, Andy, and Cynthia are in the 9th grade 2. Cynthia moved to Canada and became more beautiful Cynthia moved to Canada and became more beautiful 3. Ms. Chen used to be a helpful teacher in this school Ms. Chen used to be a helpful teacher in this school 这种题我们看下一遍 我们一起赞 好的来 下一页的地方 还有三个单字 应该第十个 它是第四个 是一个叫Chunter 那Chunter这个字呢 叫做藏地 跟客户一样哦 所以这个字呢 你必须注意一下 它可以数 所以Chapter 1 Chapter 2 大家要记得 只有一个东西 1.等一下 对不起,两个东西 它可以数 第二个 Portout Chapter的后面 这个字 我们加的是基数 不是一到五七九 的基数 是一二三四五 那个基数 所以Chapter 1 Chapter 2 可是如果今天你要把它变成 所谓的叙述 请你会变成这样 加上了 加上叙述 然后再加上 Chapter 所以比如说第一章好了 叫Chapter 1 等于 The First Chapter 然后记得哦 因为里面是第一 第二 第三 那一章 只有一个 所以记住 叙述的后面 我们都会用出去的 台北 你必须把 你必须不够 那还是那一本而已 所以我从低下眼级 这个要记一下 这个类似它要是什么 班级 听说Class 1 所谓的First Class Lessern 1 所谓的First Lesson Group 1 所谓的First Class OK哦 类似的 再来第二个 Count of Age 将记起来 什么叫Count of Age 就是你其实该到的年纪到我 所以这个呢 再记得哦 在17岁 364年的时候 要做坏事要赶快做 因为你18岁的时候 你都是算成年了 开玩笑来 所以记得哦 这个字其实就是你的耳教 我记得我们台湾的耳教 我们到底是20还是18岁 18啊 好 那记得哦 这个字很像 已经成年了 18岁 你们高中毕业 有人可能高中外面毕业 你就是8岁了 好 再来第一张个叫Pastor Way 跟Pastor不一样哦 Pastor是温暖 Pastor Way就有字 所以这个字记一下 1.Pastor Way 不过是 2.Pastor Way Tastor Way 是昏倒 可是Tastor Way 这个字 它有个腰东西出去 递东西出去也可以 递东西给别人也可以 好了吗 好 那我们就来看课本的64页 所以64页的地方哦 第一个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这几个 这个就是以人生的商协啊 就是你有一个那个角度 你可以分手上脑 到哪里 快速的人 很快 从第一个人 然后忽然就 а 然后缘缔的 然后缘缺了 缘缇的 然后缘缘缘缘缘缘 再来记一下,get married 你要记一下是bride bride,bride,bride,bride 当然还有best man 伴郎啊伴娘啊 可是记得哦,年文mary 你要记得这个是a,marry,b 你知道,a,marry 去外加e也可以,去外加e也可以 可是记得哦,a,marry,b 可是a,get married,to,不能用伪高 他用to,to be 好,那月结完婚嘛 to give birth to a baby 再来是生小孩 不过现在这两个都出去有时候练导 像这个社会,有时候是练导的 这个社会,现在是从生育率上升了 现在也不要再去交流这个字迪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的话,好在要求了 再来下面raise the family 那生了小孩之后当然就要养啊,对不对 我叫raise 这个是除了替成募款之外 还可以替成寄养 大家也因为这样,什么叫darkin chapter 其实就是 你又开始一尊城退休的 就是你生完小孩之后 小孩都长大了 他不然可能有空窗期 空窗期 那怎么办 只好两个老人啊 首先鎖住完全世界 最后人生做完一个ending 随着盘结位 好,下面总共有3 对不对 4集 第三还是前 好 那我们就回来看课本的这一页 这一页的地方哦 看一下平地稿 第一个,Brand, Andy, and Cynthia are in the military 他们现在是九年十一国在 第二个, Cynthia moved to Canada and became more difficult 他搬到了美国 对不起,搬到加拿大了 然后变漂亮了 第三,他呢,曾经是 就是这个学校 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老师 所以总共有3集 答案,p and p 看到吗 然后再来隔壁 这一个还好 是因为你只要记得适当变化 那适当变化呢 其实只有第三集 要加1集 为什么都要加1集 因为这个字 因为这里是过1集 那其他第二集是这一个 所以你要用can,p and p 还没完咯 还没完咯 好的,我刚才我再double check 这65页 65页 65页的地方 记得有限 这个叫11动词 11动词 11动词就是3个 11动词后面 我们接的就是圆词 如果要否定 就是not加圆词就好 第二种呢 是一定要加2的 所以它的否定 一定就是not2 加圆词 OK吗 有这两个不一样在哪里 11动词后面 是not加圆词 不定词的否定 是not2 加圆词 好 答案 在上面 快速看一下 总共有5集 那每一个动词呢 都是要往前看 就是说我们的动词 因为第二个动词 要做变化吧 第一个先到先里 所以我们只能往前 找出它的第一个动词 再来决定我们的后面这个动词 要怎么做变化 所以这一个是因为它 你会发现我的动词都最往前哦 因为你要针对前面的动词 前面的动词来决定 后面的第二个动词是什么 好 再来就看66页 那66页呢 就是所谓的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外面只有两种 圆形或 哪一个 感官动词 再看两听 你感觉注意 后面只有圆形或什么 圆形或什么 圆形可不可以有趣 不行哦 OK咯 就来下面 往后面有一样的 圆形或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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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这些动词 后面要判断 有些一定要加NG 有些一定要加G 有些一定要加G 所以答案直接看 好 看看它有没有感错 就可以了 还没好的举手 好 好 嗯